12月29日,港独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 涉于2019年抢夺并损坏国旗 被裁定侮辱国旗罪及非法集结罪罪程 当天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求4个月 钟汉林被控于去年5月14日 在立法会综合大楼指定公众活动区 连同其他不知名者 公开及故意以玷污方式侮辱国旗 并在同日同地参与非法集结 裁判官黄雅音早前裁决称 被告将国旗连同旗杆扯下 即后拿着国旗及断杆跑开 先屈膝折断旗杆再跳起抛走国旗 故裁定被告有意玷污及侮辱国旗 至于被告在抢得国旗前 曾连同一名成衣男子 与一名戴太阳帽女子争夺国旗 认为三人争夺国旗有共同目的 使人担心社会秩序及安宁遭扰乱 裁定被告参与非法集结罪程 据港媒早前报道 10月27日 钟翰林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 他涉嫌在2020年8月至10月 在网上社交平台发表有关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内容 违反香港国安法 钟翰林被控分裂国家 洗黑钱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等四罪 控方申请押后案件 钟翰林暂无需答辩 但保释申请遭拒 指定法官下令将他还押至2021年1月7日再续 安宁